这个就是本届敬国会上最强劲的拖拉机 它的功率达到了300马力 大家看光这个轮胎就比我的人还高 现在我带大家一起去转一圈 吸引我的这个拖拉机的它的外观和它的设计理念 然后它的这个从美学和力学来讲设计是非常好 还有人们说人们关注 它在这个台阶设计的人稍微就能抬上去 另外一个它这个开启轮的把手的时候很轻松就能什么 它不像那个大型卡车 它得上去才能够得到那门把手 这很棒的这个拖拉机 轮胎比较大 而且它这个轮胎是个 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人质型的那个齿轮型的一个轮胎 所以它呢就是说它有一个抓地的功能 它不会打滑 就是这个很适合3D 还有那种大比较宽阔的那种地区来使用 用的是这个全球非常可靠的16速的全动力换两变速箱 在国内是非常先进的 然后呢我们这款拖拉机还配有20多个电脑的模块 实时的监控车辆的状态 同时呢还可以精准的调整各辆车辆的性能 我们这上面还配着精准导航系统 在田地中可以做到正负2.5公分的这个精准作业 在播种啊吃肥啊包括打药种都可以做到 在本届经络会上除了有农机 还有农机的数字化运用 看像这个纸宝无人机就拥有了它自己的小程序 就是农户与飞手之间的建立一个这个很好的联系 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实现一键下单 他把他的需求啊比如他的地区啊 然后他需要是什么样的这个飞房的这个产品啊 然后时间啊甚至这个价格他都可以输进去 让他一下下单 那么飞手呢也是这样子 飞手他也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范围之内 有哪些农户的这些需求 他可以一键接单 这个呢主要是我们 其实是我们数字化的这个技术和服务中的一项吧 然后为2020年进博会呢 我们也带来了三款近期或者已经上市的职宝产品 以及一款蔬菜种子产品 那不是一个单一的产品或者单一的一个技术 那就是通过像提供高品质的种子 羽形状以及化学和合成的植物保护产品 还有农业数字化的技术和服务 向这个种植者呢提供这种高效的可持续的创新的 整体的农业解决方案 帮助这个种植者呢可以提高他的生产效率 从而提高他的经济效率 那我们在推进这个农业现代化 以及保护环境自然环境的同时呢 那我们也可以为这个消费者提供更多这种安全 有营养农产品的一个选择 我现在是在进博会的新闻中心 从11月1号我们中国三农发布报导节 就来到了这里开始工作 今天本届进博会就圆满落下榜木 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年进博会再次相见 明年再见 明年再见